遇到了看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它这个薄饼这么大一个 好吧 这是欧洲版的广场舞 这个店呢 昨天我就路过了 我非常想来 但是昨天我已经很饱了 所以就没有进来 那今天就带大家来逛一下 我觉得这个店的氛围特别特别好 位置也很好 也是在转角的位置 吃一个早饭 然后喝个咖啡 这是他们的菜单 你看他们有卖冰淇淋 然后我看那边他们一直在做crap 做法式薄饼呢 我先点一个法式的薄饼 还有美食啊 终于能点美食了 点一个american coffee 他们不叫americano 它叫american coffee 冰打铁 下边就是一些酒 点了一个 点了一个 one chicken grape yes and American coffee yes thank you 点了一个法式薄饼 另外呢又点了一个美食咖啡 尝尝看咯 很可以啊 看起来很有食欲 真的很有食欲 太烫了应该 我放一放咯 咖啡先喝一口咯 咖啡的味道很一般啊 它这个薄饼这么大一个 这个鸡肉和蘑菇的 它这个薄饼呢 很焦 特别是外边的这个地方 非常焦 我其实是蛮喜欢吃薄饼的边缘的这些地方的 边缘的地方吃起来很脆 看它这个烤的相当有食欲对吧 你别说这个薄饼做的真不错真好吃 而且分量很足 最后的站过吃的一点都不上了 我给服务员说 哇你们这个crab买的太好吃了 然后呢我就问他 你们这边开了多长时间了 他说开了六年左右了 这个店真的很不错 如果你们要想要吃crab的话 可以过来吃吃看 这个店呢是巴黎本地的一个朋友 就是强烈推荐我来的 我过来一看哇 这么多人里边在排队 所以说进去看一下吧 这边的氛围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店里边是比年轻人居多的 excuse me 所以这边是在这边 或者是在这边 那边是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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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点心 两个豆子可以选 小姐姐咖啡师在做咖啡 这个小哥在打抹茶 这个小哥在打抹茶 我出了什么 遇到了看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Hello 我们要入镜了 我点了一个浓缩浅烘焙的 Fly wide是深烘焙的 就是这两个 我就想尝一下它不同咖啡豆 在不同咖啡这样的表现 我经常开你的视频 在哪个平台啊 你在YouTube上看 都在小王树上看吗 现在在小王树上看 你好像做小王树是YouTube之后吧 我想一下我忘记了 好像同时的吧 我是先看到你的YouTube 然后后来我发现小王树上也有 哇好巧啊 对对对对 你现在主要是在上海吗 还是其他国家 主要在上海 他是上海人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巴黎 来这边喝酒 我来到197年了 他是来过之后回去了 然后现在又来 他刚过来 这个英大利的咖啡 我觉得喝咖啡的习惯完全不一样 我看个人的爱好 欧洲的话我看 越往北欧就越淡 你再往北欧的话 基本上就是急前后面 是吧我上次去哥哥汉 这个我觉得他们的咖啡也特别 瑞脸啊 很浅吧应该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感觉 也有情分之高的 嗯 然后你再往南的话就越喝越浓了 嗯 你比较喜欢浓一点的吗 我都会尝试 但是我自己平时如果是每天的口凉咖啡的话 就会稍微的浓一些 浓一点 酸一点的 我会偶尔尝一尝 哇 那这咖啡确实做的蛮好的 是吧 不知不觉已经厚了 这个是真红的那个 对这个真红的后奶很好 很香甜 那你这个奶选的是正常奶 就是正常奶 我没有选一件卖奶 你们在法国生活喜欢吗 很习惯的 哪个人对咖啡有一种质念 什么质念 就是随时都要喝咖啡 而且就是咖啡豆 就是对咖啡豆的那种要求也很好 哦 是吗 我觉得可能看个人吧 我觉得今天咖啡豆的种量好多 是那种精品咖啡的味道 对啊 对啊 两个豆子嘛 一个生日一个浅 你是哪里人 不是全部都人 他也很喜欢喝咖啡 他上海的咖啡 他基本上都是 能在这里遇到的肯定是喜欢咖啡的人 要不然不会在这里遇到 对 哈哈 他之前也在咖啡店的 因为他很喜欢咖啡 然后他正好咖啡店 在这里了 我在上海 哦 是吗 对 那你算是也算是咖啡吃了 不会 我给你也算是 我们的那个海报 是他的家庭 哇 谢谢 好可爱 我们给咖啡鞋做的一个饭饭 好可爱不这样嘴 来你的家乡 哈哈 哈哈 是做咖啡豆吧 对 主要做咖啡豆 还有咖啡鸡 咖啡豆是我们自己的工厂 做的自己的饼盘 就是这个饼盘 然后是提供国内的一些人 国内的话就是做线上 你们就只点了咖啡啊 你们女孩子竟然不点蛋糕的 他刚刚已经说了 真的是 你们在这边主要是就工作啊还是 我是工作 他刚过来他正在找工作 哦 先玩一玩不要急 哈哈 已经玩了很久了 才半个月呀 玩半年再工作 哈哈哈哈 你是做什么工作啊 我妈 嗯 我是做时尚的 哦 那就来对地方了 哈哈 来巴黎是吧 哈哈 哎我上次回国我发现在国内的咖啡厅 其实就是跟国外不一样 因为国外我们随时比如说你喝个咖啡 就很自然就跟旁边的人聊起来 嗯 但国内我感觉人家在之间的还是有一些距离感 好像是哎 这是为什么呢 你不知道啊 反正是这样的 我来到那边的话 就比如如果我要是不给他说话 他会先跟我说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不是说刚才我就找你说话了 哈哈哈哈 因为我看到你的视频 就是我刚才在那边等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小哥在跟我说 他跟你聊什么咖啡吗 对他跟我聊个 他说你是在做拍摄 咖啡店的视频我说是的 Flywire or Cappuccino? Cappuccino Oh Cappuccino Cappuccino Italian You added sugar? Yeah a little bit A little bit Always Cheers 他可以看到你用的那个在拍 嗯 他说 你做YouTuber应该对你们的工作 也有很多通常营销在香港方面的帮助 我们把内容做好了之后 他就会有一定的受众和流量 他就会了解到我们的咖啡店 以及我们公司 然后就会有很多东西 对对对对 那这样挺好的 嗯对 这样比较直接的 这样的话对于一个品牌来说 会更容易上路 所以说如果你账号做得也不错 内容做得很好 那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品牌 那别人他浪负负负责 对对对对对 而且这种 你自己本来也喜欢分享 然后也喜欢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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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刚好这个内容又可以 也对你的接触到你们前来客户 嗯对 对 比较高效的 因为好多做一个品牌的 我感觉他们就没有办法变现 我有个朋友 他那个印象上有十几万的粉丝 因为他不模特儿嘛 嗯 然后但是他就不知道什么变现 可以做一个自己的头装美甲的 哦 那找他的全都是一些生活方式类的 对对 之前他想开咖啡厅来的 嗯 开啊 哈哈哈哈 你看这个多赚钱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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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个赚不赚钱 这个还可以吧 哈哈哈哈 这也拆不了多少钱啊 他可能卖咖啡到比较快 他这个店也不知道拆了多久 哎 其实我给你聊个八卦 这个店之前 就是在这家 这个品牌入住之前 这个店的生意不好了 以前也一个咖啡店 但是四个牌子 但这个地方就不好 但是这个牌子啊 这个牌子啊 就是你拿出来以后 一点时间以内就把它做完 那这就算是人家的 这个运营能力很强吧 对对对对 他就是越来越靠口碑 对 口碑营销来 吸引越来越多的人 你看像我这种游客 都吸引过来了 哈哈哈哈 你发现这是一位小猴子吗 是一个我的粉丝 他说 他看到我 我来巴黎了 然后呢 他也在巴黎 他在巴黎 好像也是工作完 他说那你一定要来这个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咬一口 你们两个长得多像 哈哈哈 你和他是不是很像 晚上还是非常非常凉爽的 不是我到这个卢浮宫广场了 这边是在搞party吗 哇 这是巴黎的广场舞啊 加入一下这个广场舞 好吧这是欧洲版的广场舞 这是黑眼逗逗的歌吧 我都想跟着跳也跳两下了 但是我拿着相机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一个专业的 因为跳特别特别奇 我觉得这边这个晚上也蛮好看的 因为它的晚上里面是有灯光的 看到了吗 你看远处这边是埃菲尔铁塔吧 晚上埃菲尔铁塔这个灯一亮 效果还挺不一样的 对吧 哇 哇 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